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啊 咱们来讲述一桩啊 匪夷所思的案件 发生在哪呢 发生在东北吉林辽园 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2012年 这一年的12月10号 在东北是天寒地冻啊 冬天呢 吉林省辽园市的一位工人 进到热力井管道里边 去维修的时候 一进去就静待了 这位工人说呀 刚一进去啊 就闻到一股腐臭味 这里边呢 特别的黑 大伙想啊 在地下嘛 他也没灯啊 臭味很浓 说闻着啊 像死耗子的味道 这个工人呢 就打开头灯啊 就原来好多大伙看到的 工人脑袋上 带着一个那种探照灯 打开这个灯啊 就往前爬 爬着爬着呢 就看见前边有一个东西 像什么呀 像枯树叉子 不对 再一看 看见一只手 这个工人当时心里边还琢磨呢 谁这么缺德呀 把这塑料模特的手放这儿来 这儿是热力井管道 这不是垃圾池啊 等凑近了 拿这个探照灯 仔细这么一看 不对 不是塑料的 真是一只人手 已经啊 变成了干尸了 哎呦 这一下子把这个工人吓坏了 赶紧出来 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吉林省辽园市公安局 东山分局的民警 第一时间就拨到了县城 民警们下到这个地沟之后啊 也感觉发出 这地沟啊 是又黑又长 空间呢 非常的狭小 里边还有这个供暖的管道啊 各种各样的管子 还有好多垃圾 是又黑 又暗 又潮湿 又冷 又臭 还有脏 民警们看到这只手的时候 都感觉不出来 这是尸体 为什么呀 说看着呀 就跟树岔子似的 老木头的那种感觉 恨不得都有点像那种 跟雕似的 民警们呢 很快就发现啊 这不光是一只手 而是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呢 成木乃伊状 就已经跟木乃伊差不多了 可是没有头 没有右臂 缺少一些身体部件 前胸部 腹部 都已经高度腐烂了 是残缺不全 这时候 民警判断 这是一起 经过精心策划的 好试案 遇到这样恶性案件 不能错过 任何一丝一毫的线索 于是民警 对地下通道周围的环境 进行了勘查 每一块石头都不放过 甚至每一块石头的缝隙 都不放过 可是 勘查的过程 进展的 非常的困难 这一段地下通道 有一百多米 在这一百多米里边 爬着走啊 零下好几十度 又冷 并且没有光源 还滑 都是冰 有的地方呢 还塌陷了 很危险 出事的这一段地下通道呢 宽是一米 高是 0.9米 也就90公分啊 也就是一个 一岁多 不到两岁的孩子的 一个正常身高 不到一米呢 你想一个大人进去 你哪怕就是在地上爬着走 你也感觉要顶头啊 并且还布满了 供暖的管道 只能是一个人 爬行通过 经过现场的勘查 东山分局的民警推断 这个地方 应该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而是抛尸现场 应该是从最近的井口 把尸体运进来的 不会是很远的地方 弄过来的 而凶手呢 很可能是一名 体格健壮的成年人 要不不太可能说把尸体 抛到这里 这个通道 咱们刚才说了特别的狭窄 两个人呢 没有办法并行通过 那么 很有可能 是一个人作案 那么他作案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通常杀人就分为这么几种嘛 一个是畏财 一个是畏情 一个是因为有仇 首先呢 民警呢 就排除了畏财的可能性 应该不是亲财 如果是亲财杀人 不会把尸体掩埋的这么隐蔽 现场的勘察 没有办法 有效的继续的深入开展 于是 东山分局的民警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先把尸体啊 提取出去 挖开地面 继续勘察 因为你不把尸体提取出去啊 这个现场的这种地理环境 你很难看清楚 你很难事无巨细的 每一处都查到 另外 如果不把尸体提取出来 就开始挖开地面勘察 很可能会破坏尸体的原貌 辽元市呢 是位于吉林省中南部的一个城市 纬都高 冬天冷 发现尸体的时候 正好是这一年里边最冷的季节 零下三十多度 大伙都不愿意出门啊 这时候在这洞土上挖坑 就跟挖钢板似的 你光光在那一顿敲一顿砸 顶多露个小白印都不带动 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 封存在地下的尸体 也可以说是遗骸 终于是重见天日 第一时间送回了东山分局的尸检室 与此同时 现场的狠检人员 还对尸体附近管道上的附着物 还有尸体附近的泥土 进行了挖掘和地取 就在尸体附近呢 发现了一个红色的胸罩 还有呢 一串转运珠 现在很多朋友啊 都喜欢带各式各样的珠子 什么菩提啊 什么谭木啊 陈湘啊 这名死者呢 看来也有这爱好 通过这个红色胸罩 警方判定死者是女性 你总不能是一个大老爷们啊 五大三粗的呆着吧 根据尸体 法医进行推断 死亡时间应该已经超过三年了 这就给民警们又设下了一道难题啊 有些证据啊 事后调查是比较困难的 更别说已经案发好几年了 此时距离2013年的元旦 只有20来天的时间了 东山分局的每个侦察员呢 都绷紧了神经 一具风干的尸体 在地下封存了三年 并且更加奇怪的是 尸体的一只手 还奋力的指向管道深处 那么管道深处有什么呢 他的这只手 为什么会指向那呢 目前来说呀 死者的死因不明 身份不明 尸体来源是哪 为什么选择这 作为抛尸地点 这都是民警脑海之中最大的疑问 在这个热力管道井头上啊 就上边的地面上 有一条小路 虽然不是主干道吧 但是呢 在案发的时候啊 这有新建的厂房 会有很多工人来来回回上下班经过 并且附近呢 也有居民区 不少的居民 会来来往往的 路过也好啊 来这溜达也好啊 所以说这儿啊 总是不断人 那么这个地方就不是抛尸的最佳地点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儿 这个通道 咱们说过了特别狭窄 并且尸体呢 是夹在管道和墙壁中间的 手还向前伸着 为什么是这个姿态 证明尸体呢 不是简简单单的 说找个井口往下一扔 你下去吧你啊 那样你只会掉到地上 你不会夹到管道和墙壁中间 手也不会是那个姿势 这就证明 一定是凶手把尸体拽着 拖到了这个位置 如此复杂的环境 如此阴暗潮湿的环境 凶手还能面不改色 心不跳 拽着尸体到这儿 还都藏好了 证明罪犯的心理素质极其好 除此之外 身体素质也好 要像现在很多朋友似的 跑个三百米二百米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 想干这事 门都没有啊 不过不管你身体素质 再怎么好 你不可能拖着尸体走太远吧 在街上拖着尸体 满大街溜达 穿过大街小巷 穿过山河大海 是吧 那不可能啊 见着人还打招呼 你好 你这干什么 没事 刚杀个人 拖个尸体 我把他扔了去 那这没这可能性 所以案发现场 应该就在附近 为了查清死者的身份 东山分局的民警呢 一方面开始对案发前三到五年失踪的女性进行筛查 另一方面呢 继续在案发现场周围的地下通道里寻找线索 这地下通道啊 是可以走上来的 它有个很大的坡度啊 大斜坡 得有四十度五十度的样子 整个斜坡上啊 都结了兵了 侦察人员呢 是连滚带爬 在这整整找了两天的时间 两天之后 有一个令所有人感到兴奋的好消息 因为 在距离第一次发现遗骸不远的地下通道里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有一件上衣 还有一把菜刀 那么这和女尸案有关联吗 同时 还有一个包裹 民警呢 当时就把这些东西送回了东山分局 到了东山分局之后 把这包裹液打开 嘿 一个头颅 还有两个双下肢 经过法医尸检比对 最终证实 这些尸体残肢 还有这头颅 全部属于那名女死者 与此同时啊 有一条更为关键的线索 浮出水面 而通过这条线索 民警能够清楚的得知 死者因何而死 那么这条线索是什么呢 民警啊 发现了断裂的蛇骨 通过这个蛇骨 法医就初步判断 这个死者呢 是被恶警窒息死亡的 也就是被掐死的 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身高呢 是在一米六左右 辽园市这个地方啊 人口不少 但是大多数是本地人 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不多 所以呢 要调查失踪人口啊 也没那么复杂 民警通过失踪人口调查之后 有一个人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 叫张乔乔 张乔乔呢 是2009年9月9号晚上失踪 年龄啊 身高啊 都和死者相似 通过清点死者遗物的时候 张乔乔的朋友啊 认出来死者手指上戴的转运珠 说这就是乔乔的 这转运珠呢 有俩一模一样的 姐姐有一个 她有一个 既然如此 接下来啊 就是提取张乔乔家人的DNA 来进行比对 通过比对 证实死者 就是张乔乔 这一下子 死者身份确定了 侦察员呢 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过程 却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呢 需要解开一个疑问 张乔乔当年 是如何失踪的 原本呢 是2009年9月10号的时候 他呀 要跟他的老板啊 要出去开会 去趟北京 说到这儿 肯定有朋友就想了 是不是他老板看上他了 最后把他强奸了啊 最后又发生了杀人的事件 你想多了 他老板是位女士啊 姓吴 吴女士 开着一家窗帘店 结果第二天呢 他们约好了 在火车站见面 车票呢 都在张乔乔这儿 第二天老板就到了火车站了 哎呦 是左等右等 就是等不着张乔乔 打电话 我接 接着等吧 最后等的 眼瞅着他们要坐的 那趟火车人都开走了 还是找不着张乔乔 吴老板这个气 就来到了张乔乔的家 他的丈夫在家 一看见丈夫 乔乔呢 啊 不是说好了 今天要去北京吗 车票在他那儿 车都走了 怎么 打电话也不接 怎么就找不着人呢 他丈夫一听 不对啊 昨天晚上十二点 我下夜班的时候 乔乔已经出门了呀 第二天才出差呢 为什么前一天晚上 张乔乔就走了呢 侦察员通过走访 张乔乔的亲友 发现了这么一个细节 失踪当天晚上 也就是九月九号晚上 张乔乔呢 还在那上网聊天呢 还跟朋友们说 说哎呀 我明天要出差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说我得早睡 就下了线了 跟大伙就拜拜了 十点多还上着网 十二点 他丈夫下班就不见了 是如何失踪的呢 这时候侦察员想起来 他的丈夫在报案的时候 好像提过 他会不会和哪个男性朋友 一起走了 张乔乔这个人呢 性格很开朗啊 很活泼 很多的朋友 经常是约会 吃饭 唱歌 男性朋友 女性朋友 都不少 他的丈夫呢 当过兵 性格很内向 有点少言寡语的 不过别看话少 对张乔乔 以及对张乔乔的父母 那是真好 包括张乔乔失踪之后 他丈夫还把自己的工资啊 都放在岳父母家呢 吃饭也去岳父母家吃饭去 报案的时候啊 是非常的伤心 声泪俱下 不过当年警方接到张乔乔失踪报案的时候 还是怀疑到了 他的丈夫 哎 张乔乔的失踪 是不是和他的丈夫有关呢 所以第一时间就赶到了他家 一到他家一看呢 物品摆放整齐 没有打斗痕迹 没有血迹 一切都很正常 同时他们家的孩子呀 一直是放在张乔乔父母家 所以也没人 在当场 也就没有人 能够说清 当时发生了什么 后来呢 侦察员 又看张乔乔当时的 聊天记录 说得很清楚啊 第二天出差 要起个大早 我得睡觉了 这就证明张乔乔 确实是要休息的 怎么会外出呢 从家里出去 这时候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有紧急的事情 需要出去办 第二种事情 是他非常亲近的人 把他叫了出去 张乔乔失踪之后 谁都没想到 竟然在三年以后 尸体出现在了 供暖的通道里边 而这个藏尸的供暖通道 离张乔乔的家 也非常的近 侦察员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真相水落石出 那么从哪里着手呢 三年前张乔乔失踪的时候 警方就怀疑 她的丈夫孙向辉 三年之后 发现了张乔乔的尸体之后 警方依然怀疑 她的丈夫孙向辉 她的丈夫孙向辉呢 是做井下辅助工作的 就下井工人 下井工人 一般是非常熟悉 井下的环境 而张乔乔又是藏尸在啊 这个地下供暖管道井里边 那么有没有可能 张乔乔的死 是丈夫故意设计的呢 后来民警啊 通过走访 发现失踪三年以来 丈夫呢 还住在 他和张乔乔的老房子里 结婚照 还挂在床头呢 他一直没有走出 妻子突然失踪的阴影 吃饭的时候啊 就上岳父母家吃饭去 晚上呢 回家睡觉 他家呢 离岳父母家呀 很近 当时买房子就为了离父母近方便点啊 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 走路也就是五六分钟的样子 侦察员呢 就分析 如果是他的丈夫杀害了他 并且把他藏尸在地下供暖通道里面 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之前呢 我们说过 什么杀妻骗保案 对吧 很多类似的 就是在杀人之前 杀害亲人之前 都会买高额保险 那张乔乔的丈夫 孙向辉 是不是也是为了杀欺骗保呢 可是一调查呀 没有为张乔乔买过高额保险 这个不成立 案发当天呢 邻居们呢 也没有听到什么 打斗争吵的声音 要是杀人 杀人之前得吵架吧 动手的时候你得有响动吧 没有听到声音 三年之前 警方在他的家里边 也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和血迹 所以暂时就排除掉了孙向辉的嫌疑 朋友们都说 说张乔乔这人呢 特别讨人喜欢 会打扮自己 喜欢小娃娃 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 像现在很多女孩子不也是喜欢毛绒玩具啊 喜欢买那个什么盲盒啊 手办呢 是吧 大家呢 就都跟乔乔啊 叫卡通人 谁都没想到张乔乔遇害了 更没想到 就躺在他们上下班 平时这个出去逛街买菜的这条路上的地面之下 侦察员判定 第一现场一定是在张乔乔家附近 张乔乔家附近的是两栋居民楼靠近一条大马路 附近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老旧的居民楼啊 侦察员立刻对附近的可疑人员进行调查 凡是符合作案时间的 符合作案空间的 符合这些作案条件的人 都得进行深入的挖掘 这时候就遭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就在张乔乔家所住的居民楼的三楼 有一户人家啊 门一直是紧锁的 侦察员去敲过好几回就是不开 后来也想其他办法 假装是这个收水费的 逛逛逛 你好收水费 不开 你好收电费 不开 你好检查燃机 不开 说什么也不开 谁也打不开这个门啊 想不到 这一回啊 侦察员们才刚来到人家门前 刚想敲门 自扭一声 门开了 这时候出来一个大板凳 没有一个人拿着板凳 当时就把警察打了一板凳 袭警啊 这是啊 后来邻居介绍 说他家呀 四五年不开门了 从来不开门 经过调查 住在这三楼的这人呢 叫阿强 四十多岁 一直没结婚 性格非常古怪 古怪到什么程度 跟他一块住的 他爸爸都受不了了 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有时候呢 阿强的姐姐过来送饭啊 说好像是脑子有点问题 四五年不出门 也不让别人进自己家门 那么这个阿强是什么人 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阿强住在张乔乔家楼下 警方造访又不开门 还出来拿大板凳子 抡警察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阿强啊 一直暗恋 长得很漂亮 很可爱的张乔乔 但是他自卑 不敢表白 这一天呢 正好赶上张乔乔出门 阿强啊 突然有了表白的想法 就跟在后边 乔乔 嫁给我吧 你有病啊 总之 就最后乔乔没答应 并且还呼救 救命啊 有病啊 这一下子刺激了阿强 阿强就把乔乔杀害了 之后呢 装作精神出问题 来逃避警方的调查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阿强会不会是凶手 民警 立刻集中警力 对阿强 展开调查 通过邻居们呢 就联系上了阿强的家属 后来得知阿强这个人呢 自闭 脾气呢 易怒 暴躁 像易怒暴躁 又有自闭症的患者 特别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 病人呢 也极其不配合 警方的调查 非常的不顺利 可这时候 一位惊艳老道的侦察员 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阿强常年不出门 吃完就睡 睡完就吃 身体还有病 看他这个身体条件也不好 病病殃殃的 他不可能 拖着尸体 去地沟里边藏尸 抛尸 他钻地沟费劲 因为之前根据民警的判断 凶手除了身形偏瘦之外 得有体力 因为钻那段地沟有多费劲 民警是有体会的 后来民警也进入到了阿强的家里 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再加上 他的这种身体条件 还有走访亲友的反馈 基本上就排除了阿强的作案嫌疑 至此 侦破工作又陷入到了迷茫之中 没有进展 这民警同志心里边 他也不是个滋味 其实 发现了张乔乔的尸体之后 心里最不是滋味的 还是他的父母 当年张乔乔失踪之后 他的母亲就患上了心脏病 父亲呢 很少出门 在家里边啊 就照顾老伴 照顾外孙子 尸体发现之前 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就琢磨着 哎呦 乔乔是不是跟谁置气了 离家出走了 哪怕后来有一些风言风语 说哎呦 他家瞧瞧啊 准是跟人私奔了 这话多难听啊 这要搁别人哪 人不得急了才怪呢 可是他的父母一听这个 心里也高兴 说那可以啊 人没事就行啊 你爱私奔到哪 私奔到哪吧 直到后来尸体的发现 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他的父母心里 一直就在想着一个问题 谁才是凶手 而侦破案件的侦察员同志们 心里也在想着这样一个问题 谁才是凶手 那么谁是凶手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个被害人张巧巧的尸体 被挖出来之后 他的父母算是希望彻底破灭了 原来还指望着 哪怕是离家出走了啊 哪怕跟别人私奔了 都行活着就行了 可现在已经是一举干尸了 侦察员的侦破工作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进展 侦察员的心里啊 都急得不行不行的 这一天呢 民警走访之后 正好赶上饭点了 就走进了张巧巧家 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饭 这个餐馆的老板说呀 我们呢 在这开店好几年了 之前呢 和这张巧巧 有过一些交情 民警这时候 发现这饭店老板 有点不正常 对案件特别的关心 恨不得饭都不好好做了 专门就开始 问侦察员同志们 哎呦前边挖出来那尸体 怎么回事啊 男的呀 女的呀 你说是张巧巧 哦我认识 知道有交情 侦察员这时候 就感到一丝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在挖掘尸体的时候 是进行封锁的 外人并不知道 挖出来的是尸体 也和张巧巧的家人说过 你们呢 别跟别人说 别让真正的凶手 知道消息之后 打草惊蛇 再来分析这个饭店的老板 他呢 有作案时间 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呀 晚上 客人们都走了 关了门了 他就一个人住在这 这老板呢 叫李百卫啊 别说这名字就是适合开餐馆的材料 经营餐馆好几年了 很少回家 一直住在这 他的妻子呢 是偶尔过来帮帮忙 平时来的不多 侦察员这时候 就赶紧又找到了李百卫的妻子 调查情况 可是他妻子说的呀 跟李百卫是完全相反 侦察员跟李百卫的妻子 说你丈夫说呀 你们跟张乔乔还挺有交情 什么交情啊 没什么交情 没什么关系啊 他呀 偶尔来吃过几回饭 他喜欢吃我家的水煮肉片 那么李百卫妻子的说法和李百卫 就有了明显的不一样 再通过走访附近邻居了解到 李百卫的餐馆啊 生意不错 一直是人来人往的 三年之前 也就是张乔乔失踪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李百卫的餐馆呢 莫名其妙的关过几天门 并且李百卫的体型啊 这个身链 都跟警方描述的很接近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李百卫经常和妻子分居 结果就喜欢上了楼上的邻居张乔乔 案发当晚呢 比如说是送菜啊 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为名 进入到了张乔乔家企图施暴 结果遭到反抗 一怒之下 把张乔乔杀害 扔进了地下通道 为了掩盖罪行呢 还把张乔乔已经打包好的 准备出差的那些行李 拿走了制造一个出门假象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李百卫才可能知道尸体在哪 所以别人不知道 刨出来的是尸体他知道 可是警方经过后面几天的深入调查 发现李百卫夫妻俩呀 都是本地人 结婚二十多年了 关系非常好 邻里之间 亲友之间 口碑都不错 不像是凶手 失踪之后呢 的确是停业了几天 但是是因为李百卫的母亲重病 回去照顾老人去了 甭管是真是假吧 民警这时候呢 依然找不到有利的证据 现在啊 距离尸体被发现 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了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 他们怀疑的三个嫌疑人 要么是没证据 要么就是没作案动机 或者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呢 基本上也都被排除了 案件又回到原地 从零开始 这时候民警 突然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奇怪的现象呢 张乔乔的丈夫 孙向辉 得知他的妻子去世之后 表现非常冷漠 之前节目咱们不是说过吗 张乔乔失踪的时候啊 孙向辉呢 去报警的时候 还跟民警同志 是哭哭啼啼 又哭又喊 显得声泪俱下的 可是这一回 妻子的尸体被挖出来了 反而很冷静 说家附近发现妻子尸体 你总得去公安局 没事扫听扫听吧 说哎呀 我爱人的这个案子怎么样了 这凶手找到没找到啊 可他一点这种迹象都没有 该吃吃该喝喝 这个太奇怪了 所以民警又把目光 再次聚焦到了孙向辉的身上 他们呢 又去到了张乔乔的父母家里 张乔乔的父母说呀 说女儿女婿呢 很早就认识了 孙向辉那时候啊 条件不好 所以他们不通议 后来还是乔乔 突然告诉父母说 怀孕了 这家伙 没买票先上了车了啊 那你也没法中途赶下车了 这又有了新乘客了 这怎么办呢 只好答应下来了 孙向辉呢 可能是感觉自己啊 配不上张乔乔 所以结婚之后 表现得非常好 对张乔乔呢 也特别疼爱 对老人呢 也特别的好 不过婚后啊 他多了一个毛病 他偷过岳父的钱 他岳父呢 有一张存值啊 平时就放家里 这孙向辉 那一段时间呢 迷上赌博了 输钱以后啊 就把存值给偷走了 后来取了钱 又去赌下了 把这钱又都输了 这事啊 他的岳父母 包括张乔乔 谁都不知道 直到后来 讨债的上门 还钱 还什么钱啊 他赌博了 他欠了钱了 他不还 你说还什么钱 大伙这才知道 他怎么还耗上赌博了呀 张乔乔这个伤心啊 岳父岳母这个生气呀 于是从那开始 严格控制孙向辉的私放钱 工资卡呢 平时就放在岳父那 每天呢 就给他批准个十块二十块钱的零花钱额度 购买盒烟的就行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每一份的花销都得经过妻子的审批 批准之后这才可以 张乔乔失踪那天晚上 因为第二天不是要出门吗 就准备了三千块钱 失踪之后啊 钱 身份证 银行卡 还有两部手机都不见了 后来民警 就查这张银行卡的相关的交易记录 发现在张乔乔失踪的两个月之后 有人拿着他的银行卡呀 取过五百块钱 取钱的不是别人 正是孙项辉 那这孙项辉 会因为妻子控制他的这个花销最后痛下杀手吗 啊 后来民警在意调查 不应该 为什么呀 孙项辉和张乔乔的儿子 是放在岳父母家抚养的 所以啊 张乔乔失踪之后 孙项辉还会自觉的主动的把每个月的工资上交给岳父 自己只留点生活费 没有任何的间断 如果他真是心疼钱的人啊 说媳妇都不见了 我还如数上交工资 不可能 所以因为钱财杀害妻子的可能性不大 那他为什么被害之后 就不那么关心 他妻子被害的事呢 跟没事人似的呢 这时候呢 民警又走访了 张乔乔当时打工的 那个窗帘店的老板吴女士 吴女士这回说 哎呦 我想起来一个奇怪的事 当时啊 九月份 因为天气还热着呢 我就跟乔乔说 咱们呀 别背大包了 背小包吧 结果第二天 我不是没等着乔乔吗 我不是去他家看看吗 到他家一看呢 大包没有了 可是小包还在 不过小包里的化妆品也没了 所以失踪的有点不正常 因为我们约定好了 应该是背小包 不背大包的呀 乔乔也答应了呀 这时候民警意识到 凶手知道张乔乔要出差 并且也知道张乔乔平时出去 喜欢背着大包 所以制造了出门的假象 那么这就代表凶手一定是熟人 不过他不知道张乔乔和吴老板的约定 所以啊 制造假象的时候 从小包里边拿出来化妆品 放到大包里边 然后把大便拉走了 张乔乔那天晚上从十点多下网之后 到十二点 他丈夫孙向辉下班回家 中间这一个多小时 到底会是什么人杀害了他 是熟人的话 这个熟人是谁 民警又开始多方调查 发现张乔乔呢 接触人员呢 比较单一 平时出去有交流的 就是玩的特别好的那几个朋友啊 不过这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线索 张乔乔生命当中 曾经出现过一个男人 是他的前男友 这前男友啊 跟他丈夫孙向辉 还有点关心的 是现任丈夫孙向辉 在哈尔滨当兵时候的战友 姓刘 也是辽远本地人 退伍之后呢 当出租车司机 尽管说 这老刘结婚了 不过平时呢 还是偶尔会有联系 甚至老刘啊 还去窗帘店 找过这个张乔乔 不过张乔乔呢 也不愿意搭理他 那有没有可能啊 是老刘 对于张乔乔被战友挖墙脚 这事儿一直怀恨在心 刻意报复呢 据窗帘店老板 吴女士说 那个姓刘的呀 来店里找乔乔 找过那么一两回 不过 看着就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接触 没什么特殊的 并且看出来 乔乔啊 也不喜欢他 不想搭理他 而民警再通过调查 老刘那段时间呢 不在辽远 而是在 外地打工 老刘的作案嫌疑 似乎又被排除了 在2013年元旦节到来之前 民警同志们 再次来到了张乔乔父母家 话题就集中在了孙向辉身上 这个孙向辉的岳父 乔乔的父亲 可以看出来这老头啊 很理智 他心里很矛盾 既希望把这案子破了 找出来真凶 但是呢 又害怕 最后真凶是自己女婿 可怎么办 后来老头说了 说我呀 怀疑过孙向辉 我试探性的问过他 不过 孙向辉说了 说不可能 他说我 背不动张乔乔 民警当时一听 机灵了一下子 他说什么 背不动张乔乔 这时候民警 察觉出来这句话 有问题 有大问题 如果说啊 不是他干的 岳父问起来了 一定会说 我们夫妻俩感情这么好 我怎么会忍心 杀了他呢 是不是 爸想什么呢 我们还有孩子呢 反正 不管什么理由 一定不会来一句 我背不动他 张乔乔也不是大胖子 是吧 怎么就背不动啊 那是不是 他当时说的时候 一紧张 一秃了嘴 逮什么 说什么了呢 菜者 其实啊 在当时的时候 很多细节上 你看我们听友们都知道了 我都给大伙讲清楚了 但孙向辉当时很多细节 他是不知道的 假如不是他干的 你怎么知道 凶手 背着尸体出来的呢 他怎么会说出来 这些细节呢 于是民警 再次找到孙向辉 把孙向辉 带回公安局 协助调查 让民警大跌眼镜了 不知道这回孙向辉 怎么这么痛快 直接就交代了 对 就是我杀的 民警当时问他 杀的是谁啊 我媳妇 我也用不着隐瞒杀了 与一般的罪犯不同 一般罪犯上去 且得百般耍赖呢 狡辩不是我啊 我冤枉 但孙向辉没有 十分的配合 交代了犯罪事实 他说了 三年来啊 我这心里就没平静过 我知道这一天 早晚得来 民警又问他 你怎么杀的 我就下班回去 看他在床上睡觉呢 我进屋一看见 我就起他身上 掐他脖子 掐死了 杀完之后害怕 我就想起来了 家门口的下水道 我把警口门打开 就把他弄下去了 孙向辉 对杀人事实 共认不后 可让民警感到 非常蹊跷的是 外人看来 这夫妻俩 恩爱的不得了啊 啊 孙向辉 对这个张乔乔 可以说是 事事顺忠 照顾的 就没那么好的了 工资还如数上交 毫无怨言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他痛下杀手呢 孙向辉说了 当明前 他跟我战友 出过对象 原来孙向辉这人呢 特别小气 是极为小气 小气的 不可思议的那种小气 之所以杀害 是怀疑 他妻子对自己不忠 记住 是怀疑 有一回呢 这个张乔乔啊 也是跟孙向辉 说着玩 就说有一男的呀 想跟他认识认识 交交朋友 张乔乔呢 回去就跟孙向辉说了 孙向辉当时嘴上没说啥 可这心里不得劲 是越来越不得劲 为什么呢 张乔乔长得很漂亮 打结婚开始 孙向辉心里就有压力 就担心妻子有一天 会和别人跑了 抛弃自己 这个张乔乔呢 对丈夫啊 还特别的坦诚啊 说今天 这个跟朋友们出去吃饭 在座的有一个男的是谁谁谁 就这种事都会告诉丈夫 按理说 这放到其他家庭 都不算什么事 对吧 可是 孙向辉小气啊 他当回事啊 他就总会把妻子的玩笑话 和生活上的一些巧合对应起来 后来甚至怀疑 自己的领导和他的媳妇 有男女关系 哎呦 这种长久的猜忌 就让他痛苦不堪 他不是用内向吗 也不说 也不言语 得不到发泄 最终他自己说 是因为内心压抑 所以沉迷赌博 但是我仅代表我个人表示啊 赌博就是赌博 别扯什么心理压力造成 反正最后 就是冲动之下 杀害了妻子 其实也不叫冲动之下 他早就有预谋 早就有这想法 只不过09年9月9号 孙向辉知道 妻子第二天要出差 他认为机会来了 他琢磨着 我可以趁这个机会杀死他 造成他出差 没有回来的假象 孙向辉最终交代了所有的犯罪过程 不过只有口供 证据链条不完整 所以后来呢 民警再次搜查 孙向辉的家 其实他们家呀 三年之前报失踪的时候 就搜查过了 那么这回还能有什么收获吗 哎 发现在一个机脚 嘎栏的地方 有一双鞋 鞋上沾着泥 送到鉴定中心 一对比 发现鞋上这泥呀 和挖出来尸体的那个 周边的那个泥块 物质是接近的是同一物质 因为这种泥只会在这个管道井里面出现 它和地面上的这个泥土物质是不一样的 最终这成了有力的物证 2013年12月6号 辽元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认定孙向辉 构成杀人罪 但是归案之后 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归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毁罪 态度良好 最终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个案子是说完了 再说两句题外话 其实这就是生活之间的琐碎矛盾 不停的累积 不停的累积 最终爆发了 孙酿成的悲剧 夫妻之间有什么事 别别心里边 你说你真怀疑什么事 直接跟妻子说 你说你是不是和男人有什么关系 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 妻子呢 你就可以给他摆事实讲道理 你胡说八道 我让你看看 我昨天都去哪了 我让你看看 我昨天都见了谁了 说清楚了 这不就没事了吗 哎呦 媳妇我错了 明天买烟钱 我也交给你了 这不就完了吗 你看很多人呢 一说起来就是羡慕 人谁谁两口子 你看人夫妻相敬如宾 一辈子没红过脸 没吵过架 那一般呢 是骗你的 他吵架红脸的时候 你也没看见 他要真不是骗你的 真是一辈子 没红过脸 没吵过架 那他们问题就大了 知道吧 人非圣贤 都有脾气 遇到问题了 吵吵闹闹 及时的沟通 就解决掉了 当然了 再回到这个男女 有了婚姻之后的责任问题上 只要你走进婚姻 你就得为家庭负责 为孩子负责 不要沾花惹草啊 这是无论男人女人 都要坚持的底线 再一个 为人不要那么多疑 不要那么小气 现在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呢 有这样的毛病啊 就自己媳妇啊 哪怕跟男的正常说句话 这都不行 就气得咬牙切齿啊 能够给你脑补出来 后面一百万字的情节 遇上这种人啊 离他远点 我一直认为啊 一对男女 从陌生到相恋 需要的是演员 你看他不顺眼 这事怎么也不行 从相恋到走进婚姻 需要的是爱 你得真正的爱对方 你才能走进婚姻 而走进婚姻之后 到扶持到老 这一辈子的时间 除了爱之外 更重要的是包容 不光是包容缺点 也要能够包容你们之前 可能会产生的各种琐碎的矛盾 说起来这种家庭悲剧 我们今天说的案子 就很像最近几天大家强烈要听的 杭州莱女士失踪案 行了 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呢 咱们不多说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